创造101开创了女团在华语乐坛的新格局。注调观察。 创造101总决赛和金曲奖颁奖胜殿在同一晚举行,很多业内人士不得不同时开几个屏幕来回切换,对于院迷来说,第29届金曲奖显得四平八稳,创造101却是新气象,火箭少女101亦飞冲天。 金曲奖陈埃落定,创造101热度却还在持续,并且烧出圈层,成为大众话题。 接下来,火箭少女101的每一步都是一个新脚印,因为前母古人,毫不夸张地说,创造101开创了女团在华语乐坛新格局,这种局面真的是久违了。 助调均不去好论太多是非,也不针对某一个选手战队,而是试图从音乐行业的角度去解读创造101,唯恐自己不够专业。 我们还是找机会专访了节目的音乐总监胡彦斌,尽管他可能不是创造101人气最高的导师,但因为扎实的音乐素养,很多人通过创造101对他录人转粉,他连吉他哪根弦没标准都能听出来。 除了为选手们的歌曲编曲和混音,胡彦斌和他的牛班团队,吉他手尼方来,键盘懂音,贝斯邱培隆等大师及乐手阵容,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创造101的音乐品质。 火箭少女101毕竟是女团,无论怎样音乐都将是他们继续前行的根基,保驾护航三个月眼睁睁见证成团的胡彦斌来说,当然最有说服力。 才写,老丁。创造101推了很多原创新歌。 音乐类综艺的一大槽点就是一直在消费老哥,这个已经是圈内的共识。 经典新曲焕发新生命无可厚非,并且还补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新人,虽然不少新人因为没有自己的作品很快又销声秘迹,没有新人新曲,乐坛就没有新的活力。 我们的乐坛需要新的林玉春,也需要不断有毛不易涌现,更需要有嘻哈、电音、鼓风等音乐类型层出不穷。 如果只是反复唱老歌,反复都是鼠口鼠面滴就面孔,就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音乐审美需求,和乐坛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匹配。 就在这个时候,创造101横空出世,女团,曾经是华语乐坛的辛酸史,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。 创造101当然不是孤立,甚至可以说是顺势而畏,但几乎是用一己之力扭转了很多固有的成见和认知。 但是反过来想,一切成功都绝非偶然,胡彦斌说,自己坐在导师席的时候也一直在想,始终还没有思考明白的,是我没有看到他们时他们就已经很好了,还是在三个月的重压之下突飞猛进,这两种可能都是有的。 所以我再次看到他们站在舞台上,就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。 胡彦斌说创造101让自己最兴奋的一个点是,以前所有音乐类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在消耗老歌,我觉得全部在消耗老歌的时代已经快要翻篇了,而且我们在创造101做了一个很大的尝试,节目里的歌很多都是原创, 演唱新歌在传统的电视人角度来看,是一个挑战,因为新歌最初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共鸣的。 没有共鸣的时候,缺少了很多调动戏观众内心情绪的可能性,但是这一次我们从现场的尖叫声,那喊声来看,反应是很好的。 除了总决赛声乐组12位女孩的单独演唱,创造101的舞台上,的却推出了很多原创新歌,这也符合女团的新面孔和新迹象。 对此胡彦斌说,在综艺节目唱原创对选手的挑战也是很大的,唱老歌至少有参照,唱新歌完全没有参照,又没有参照是两码事,时间紧任无重,所以他们也是在逼迫自己成长。 酒精沙场的胡彦斌还特别感谢了创造101幕后的节目组,我跟节目组的合作,我能清楚感受到整个团队的前瞻意识,预判性,以及他们对自己从来不满足的要求,这个团队的属性都是这样。 创造101为乐坛贡献新血液 和其他的音乐类综艺一样,创造101一开始还是电视人的狂欢,并且按照常规的理解,女团更看重颜值和唱跳,不像我是歌手系列看重唱功,似乎和音乐的距离相差更远。 但不管怎样呈现,舞台上都还是离不开唱歌。 而火箭少女101成团之后,马上面临的作品塑造,还是必须回到唱片工业,综艺出人,音乐活人,几乎是这些年综艺节目的不二之门。 毫无疑问,创造101为乐坛输送的新鲜血液是前五古人的,火箭少女101这十一位之外,大名鼎鼎的王菊,能唱的刘仁宇,陈奕涵,能跳的林子玄,可爱的高秋子,七燕迪,甚至在二十强之外的强冬月,陈芳宇,王墨涵,陆小草。 这些名字都是可造之才。 所以这次创造101一次性让乐坛满血,为此不得不佩服腾讯视频和节目组,这些姑娘们本来已经在各自打盘,但因为这次节目,他们都浮出水面。 冯伟导师的Ella在台上说过一句话,刚开始台下都是导师们的姻缘,后来全部都变成选手的了。 不用慧颜,黄自涛,Ella,张杰,胡燕斌,王一博,罗志祥,都是能振并以呼应者云集的大咖子,但因为创造101,他们都成了前辈。 创造101导师,Ella,王一博,张杰,胡燕斌,罗志祥。 对此,胡燕斌说得很坦诚,我是真的为他们开心,这些小姑娘成功了,我们才成功了,所有人都为他们呐喊,才证明我们导师是合格的。 为人师一个最大的心态就是助力,要送他上去,陪走一程,这是导师的心态。 看到台下所有的人为台上的姑娘尖叫的那一刻,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。 当然我们作为导师每个人都有料的,这些东西都是经验,我很乐意把经验分享给他们,让他们成长得更快。 音乐总监胡燕斌 胡燕斌还特别提到了创造101的幕后乐手阵容,尤其倪方来是大师级的吉他手,那天我在录音棚里听妹妹们的现场表演内容,我们几个人就在聊天,拍住大腿说你看他们现在多幸福,这帮华语乐坛的大师在这里帮他们伴奏,为他们做音乐, 衬托托他们,这件事情真的让人很感动。 而且这次最好玩的是,倪方来老师是带着自己的儿子来的,有种传承的味道,他儿子的技术真的不输他爸爸,意识很好。 除了倪方来,键盘手董音,贝斯丘培荣,外籍鼓手Chris都是业内公认的高手,胡燕斌介绍说这次编曲团队用了十几个编曲家,音乐人怎么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,就是要选好的音乐项目。 至少我们这些音乐人在《创造101》里面是非常开心和有成就感的,姑娘们的成功也是音乐人自我价值的体现。 创造101代出乐团新迹象。 坎称女团十足的奈妹组合,Spice Girls,现在很多九十后,零后都没有听说过了,但可能有不少人还记得贝嫂维多利亚,她是其中最成功的团员,剩下的几位几乎销声秘迹,但也许是公认,贝嫂在其中无论唱功还是舞姿都不是最好。 甚至是最差,但唯独她一直红到现在。 国人最习惯的还是S、H、E和Twins这样的传统女团,个性鲜明的同时实力均衡,但是创造101呈现出大众对多元选择的接受度,女团成员不一定最漂亮,甚至不一定最有实力,但一定要有个性,有魅力。 从一瞬间变量网络的王菊,到一直站在话题中心的杨超越,再到最终C位成团的孟美琪,创造101成为新世代的励志标本,姑娘们用一次次公演展现自己,有的是从无到有,有的是从原本的基础上更强。 就像胡彦斌举例,高秋子,大部分是被她的性格吸引,很搞笑,也很可爱,但是她唱歌跳舞真的也不差,她的唱功和舞蹈一开始被忽略了。 还有,王莫涵,刚进来的时候就说要做一条咸鱼,人生最大梦想就是做一条咸鱼,对于她来说不努力也能过得挺好的,为什么要努力? 这种反击仓的话一路是她的人生格言,但她来了创造101之后觉悟,还是要试一试自己到底行不行,摸一摸天花板到底有多高? 瞬间点燃网络的王菊 胡彦斌认为,王菊代表了很多女性的观点,代表了这个社会很多人的价值观以及一些思考层面, 我也在想,当她知道了自己红起来之后,她在舞台上的表演心态和行为会不会有什么改变? 我看到她非常的得体,那我就觉得这个女孩有她红的理由了。 因为她不背不靠,不骄不躁,所有回答的问题没有狠过,在姿态上也让人很舒服,情伤很高。 对于杨超越,胡彦斌也说,她不是不努力,但她跟不上时,她为自己助级,这个姑娘的性格会是一个热点话题,50%的人会喜欢她,也有50%的人会黑她,那这是我对杨超越的看法。 她的性格很直,这是她非常招人喜欢的一个特质,至少这种直率是让人很舒服的。 胡彦斌也不无感慨地说,中文曲库里面的女团歌,就S,H,E,TWINS,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歌了,这些女团成员都可以当妈了,唱的也都是那个年代的心态和样貌,现在还要让这些小姑娘们唱那个时候的歌吗? 当年的音乐形态表现都已经不太适合于现在的社会节奏了。 所以必须顺势而为,要跟上当下的节奏,符合当前大众的欣赏标准,为什么孟美琪会披较闪之大哥? 除了她唱跳俱佳,还能代表当代女性的观点,那我们把女团得很sexy,变得很有power,包括改编罗志祥的撑腰,本来是男人唱的歌, 但现在不是了,在女生的价值观里也是可以为你撑腰的,这些都是价值观的突破。 创造101出世乐坛新挑战 节目火了,成员火了,女团火了,从默默无闻到万千宠爱,创造101和火箭少女101直视开始。 纵横乐坛多年的胡彦斌说得很直接,我们以前是有点崇洋内外,最早喜欢港台,后来喜欢欧美,再后来是日韩大行其道,一直觉得自己的狠土,但现在,我们有了自己的造星通道,现在我们做的节目,整个亚洲都在follow住看。 我们现在大陆做出的节目,当天就会有人放在YouTube上,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们的节目,而且我们节目制作的体谅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,这些都是极大的变化,这也意味着我们有了自己的造星机制和体系。 从S,H,E,SNH48到火箭少女101,我们的国产娱乐体系终于成熟,少女团体从三三两两小规模到集团军,从参考到摸着石头过河,终于有了成功的样本,选手们有了竹梦的舞台, C,C-Way,Pick等树语走进千家万户。 但是胡彦边居然思维,也是看得长远,从素人到艺人,日子会不好过。 艺人的迭代更新比以前更快,生命周期的长久变成了一个能力考验。 要花多少时间继续提升自己,要花多少时间去透支自己。 你去做通告什么的,就是一种消耗。这是他们的下一个课题了。 陈珊妮在金曲讲舞台上发表的引言被很多人转发,其中一句说,我现在讲了大约一分二十秒的画面,放在网络上观看都显得容常识, Andy Lo成名的15分钟变成15秒,你会发现就连时间感都回不去了,时间太残酷,网络和电商正在改变整个社会形态。 火箭少女101必须对自己的未来有预判,胡彦斌说,预判这件事情是要你遇过才知道,你要有足够的信息量,能力和经验,才能支撑你去预判,而不是瞎来。 其实预判和信息量这件事情,放在互联网时代就叫大数据,然后你要有与时俱进的观察力, 你怎么去分析现在的行业和社会现象,以及整个行业数据的反馈,比如说现在观众的胃口被调到了什么程度, 什么样的视觉效应,故事情节,音乐品质可以去满足他们的味蕾, 这些事情都要有非常清晰的行业观察力,只有满足这两件事情,才能完成对未来的前瞻预判。 创造101成功了,火箭少女们还需要自己的哲学架构,无论是娱乐圈还是音乐圈, 都是社会现实短时间的微缩板,无论怎样匹配和摘选,都只能顺势而为。 胡念冰的话说,这个节目的有趣就在于,它反映了这个行业的真正诞生。 雨水成团,水solo,青春是该不复好时光,但青春也短暂,创造101不该也不会只是一场狂欢, 接下来各自在乐坛的走向,依旧有镜像价值。 丁集助理,小满。